其實在 等一下他就在找好了 好 所以就是他心情他找到一個點 然後可以安定自己 然後去做 好 所以在那個整個慌亂的過程當中 我們怎麼 好 謝謝 好 所以在那個整個慌亂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做一個可能 那個可能就是 在心情跟他一樣的起伏的時候 我們卻可以透過自己 然後透過跟他一些互動 所以我們安定下來 然後用安定的心去陪伴他 那 剛剛就講說 老師你不是在講心裡怎麼講一講 一直的安傷不倒 我覺得在這個末期的階段很難區分 就是 它是一個存在的現象 它是一個存在的過程 我很難告訴大家說 我只要告訴你們 他病人的心裡是什麼 然後不要告訴你 他發生的故事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當他先生在知道 自己已經走到生命的末期的時候 他在尋求一個安定的點 那個安定的點呢 就是我怎麼樣打過去沒有辦法完成的 我去做一個結束 然後重新再開始 那原本的目標被迫改變了 然後必須從這個 連自己都不太清楚甚至不願意的目標 其實他先生後來設定的目標是什麼 他設定的目標就是我要陪著我太太 用我的生命的最後一份力量 我要陪著我的太太 所以他先生不是最後的目標不是放在他自己上面 是放在他的太太上面 我們有沒有機會去看到 還是我們不斷的一直告訴病人說 就是你應該這個時候要做些什麼事情 你還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有時候是因為在我們碰觸病人 跟接近病人的時候去帶給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好 所以病人在他疾病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種回不去了 因為病程即便是穩定的 但是他很難再回到了他就有那個 就是這麼完整的一個世界 所以會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每一個階段 應該是說不只是他已經是出診斷 有時候他已經到比較末期的階段 還是會有這個困惑思緒混亂 那會不會我們常常在講 末期是一個今天告訴你是末期 或是這個時刻2點5分說很遺憾告訴你 從這一刻開始你是末期病人是這樣嗎 不是的末期它是一個階段 所以常常尤其我們現在在做安寧共同照顧的時候 然後安寧共同照顧就是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進入安寧病房之前 我們提供他一個協助這樣 在其他的病房 那最常弄到的就是 家屬說怎麼可能你看他現在還掛著什麼 化療 他現在還在化療耶 早上才掛上去了 為什麼你現在告訴我他是末期 如果他是末期的話 我們就不積極的治療 可是他早上才掛點D 所以那個就是家屬跟病人很難去接受說 為什麼 為什麼是現在 我不是昨天才很好嗎 我不是上禮拜還很好嗎 然後為什麼現在就是了 因為末期是怎樣 他是一個時期 是一個段落 所以他有可能疾病的起伏當中 當他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段落之後 他有沒有可能稍微好一點的時候 看起來就跟前面是一樣的對不對 能吃能喝能跑能跳這樣子 但是其實在整個身體來講 他只是一個就是大概 偶爾出現 但是不是一個長期出現的一個狀況 甚至他可能也回不到前面一個階段的狀況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所以 所以對病人來講 病人有時候會比較難去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不是還好好的嗎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碰到 尤其臨終的病人 我們大概都知道他的生命期很短了 但是他自己會一直告訴自己什麼 我應該還有機會再回到前面一個 就是我那個時候能吃能喝的那個階段了 對病人來講 他會有這樣子一個茫然 好 所以對病人來講 他會面對很多很多的困局 那我們就來看看 大概在這個時候 很多的病人嘴巴裡面 心裡面會常常講 我沒有做任何的錯 為什麼要得這個病 當病痛在折磨自己的時候 當很多的症狀在干擾著他的時候 他會不斷的問 到底是為什麼我要得這個病 為什麼是我 那個無語問常天的是說 看著別人這麼的好 看著別人是健健康康的時候 然後回到自己內在 那個當問為何是我的時候 他心裡面的聲音是什麼 他心裡面的聲音是 我好孤單 為什麼我跟大家不一樣 我不是跟大家站在一起的 所以在疾病一整段的時候 突然之間那一條線 就是我們剛看的那一條線 把它拉開了 那個拉開就是從此以後 然後他的名字 我叫蔡衛邦 但是從此以後 我的另外一個代稱叫做病人 對不對 醫師跟護士在討論的時候 叫做病人 你的家人朋友 在談話的時候會告訴他說 因為你是病人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個你我之間的一個區隔 突然之間那個世界不一樣了 好我們在病房當中 常常碰到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有私人房 就是健保床 那很多的病人在住進安眠病房 他是在做症狀控制 也就是說他不是進來 就是善終的 他是進來症狀控制好之後 他就可以怎麼樣再回家 對不對 但是住四人床 或者是住兩人房 旁邊的室友 不一定是這樣 旁邊的室友 有可能是進來善終的 所以突然之間 我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也就是很多的病人 他不一定完全接受自己的病情 是進展到末尺了 所以他很抗拒 但是當他住進來 當他看到他的隔壁床 昨天還在跟他聊天 然後半夜的時候 就離開的時候 他突然有一個感受進來了 那個感受就是 下一個說不定就是我 突然之間那個死亡離我好遠的時候 拉得好近喔 因為隔壁就是我了 然後突然覺得 他覺得說原來那個 那個我跟你們之間是有差別的 我病人跟工作人跟護理師 醫護同仁離好遠 所以突然之間他跟那個 就是同樣是生病的那個病友 他離得好近喔 所以在那個時候 很多的病人 反而是在病房當中 他去開始面對自己生命 已經走到了末期這個階段的認知 那還有以前的努力都白費了 這個也常常感嘆 很多人養不養生 很養生啊 會不會生病還是會生病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難講的喔 好 對現狀無助走到了末期 病人會不會覺得我只會拖累家人 我是沒有用的 我還能夠做什麼 這個很多的無助 很多的一個沮喪 就會在這邊產生喔 那在這邊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反而會擔心的是什麼 當病人有這種心情出來的時候 我是沒有用的人 我還能做什麼 所以我們常常說 這時候大家通常都會怎麼努力病人 如果聽到我們去探視病人的時候 聽到病人講 我只會拖累家人 我是沒有用的 我還能做什麼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會想什麼 考試一下 通常你們會講什麼 不要想太多 是嗎 有人會笑喔 對 我只會說 我是沒有用 我還能做什麼 然後底下的一個 不要想那麼多 然後你想太多了 你已經 你之前已經做很多了 對你已經付出很多了 這好像有一點點 多少有一點點安慰這樣子喔 所以有時候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同理 好難喔 她現在是不是拖累 她現在在這邊 家裡面就是太太已經是 太太是外籍配偶 然後平常就在自助餐店打工 然後小孩子都還在念小學 然後以前她還可以 以前她可能開計程車 還可以幫忙賺一點點家用 家裡的主要經濟支柱 結果她病倒了 她太太不但不能夠 就是不但少了這份薪水 然後她太太還要把面電的工作 佔頂 然後來這裡照顧她 然後全家陷入了那個 所以當她這樣子想的時候 她說我只會拖累起來 她的想法有沒有來 就是可不可以了解 她為什麼這樣想 可以對不對 好 所以當她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會想說 對啊 不能這樣子想對不對 也不應該這樣想 可是不要這樣想 就要怎麼想 好難喔 我也常常會這樣被問到耶 但是我都會跟他們講 我就會想 我就說 我就說其實你看到的 只是金錢的部分 但是你沒有看到 在這個時候 你的努力其實帶給家人 更大的一個鼓勵跟支持 對不對 我就這樣子 我不知道她可不可以得到 她通常聽到多多少少 有一點點小小的安慰 但是接著一定要告訴她說 沒關係 我們會幫你找一些資源 對她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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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那個 就是說 要下課休息一下好不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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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